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着讲巴勒斯坦的问题 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 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这么热爱恐怖袭击 还有一个就是老话题 这个 他们与哈马斯真的分得开吗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必须要说透 之所以反复讲 如果大家明白政治的核心逻辑是民情的问题 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待很多政治问题 就会要清晰得很多 那谈论这个巴勒斯坦人 尤其是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那些货色们 包括这个在美国的这个 是吧 奥巴马 就像这类人 他们都必须要回答三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能够买得起火箭弹 却买不起食物和燃料 他们连水都是以色列人给他们免费提供的 第二 中围的穆斯林国家为什么不帮助他们这些有共同信仰的兄弟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以色列的穆斯林比其他国家的穆斯林拥有更多的权力 换倒过来讲 那就是说 为什么穆斯林只有在以色列国家才能够实现一个正常人类应该拥有的那些权力 在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都不可能拥有像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那么多的权力 好了 这三个问题呢 我觉得其实不复杂 我最近的这一段的节目录制呢 一直都是在回答这三个问题 或者是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的 但是对于那些缺少正常人类情感的人来讲的话 要回答这三个问题确实是太难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个简单一点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如此的热衷暴力和恐怖 而不是他们自己独立建国 和平与安宁 繁荣与经济 体面的生活 这些正常人类所追求的那些东西 首先是巴勒斯坦的领导人根本他就不想建国 所以他们拒绝谈判 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只有选择暴力才可以让以色列人屈服 而他们的终极目标是铲除以色列 既不是谈判 也不是各自建国 这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底层逻辑 我此处讲的是巴勒斯坦人 而不是特指哈马斯 为什么 当我把今天的节目做完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很难把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分开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什么呢 我相信支持以色列人都会认同这句话 就只要巴勒斯坦人放下武器就会有和平 就会有巴勒斯坦国 只要以色列人放下武器 他们就会被屠杀 以色列就会被从地图上抹去 昨天我看了一段真的特别令我感动的 一个哈马斯的恐怖分子的儿子 一个大头领的儿子 这个人已经归信了基督教 所以他在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讲出来那段话 他说不敢想象 如果要是让这些巴勒斯坦人战胜以色列会发生什么 他的话就是隐藏的意思就是一定会发生大屠杀 就是这个意思 巴勒斯坦领导人这么多年 他一直是通过清真寺的步道 社交和传统媒体教育文化等手段 不停的进行煽动 他激励了巴勒斯坦社会的男人女人 甚至儿童参与恐怖主义 这算是问题的根源 巴勒斯坦人被鼓励去训道 而不是成为医生 律师 科学家 或者是任何一种被训练出来去服务他人的人 自杀式爆炸成为巴勒斯坦抗疫的一种形式 他们认为这是抗疫 就像这次的恐怖袭击 全世界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居然认为这叫起义 意义在哪里 2021年巴勒斯坦的民意调查显示 对暴力的支持率达到54% 这是其中一个调查机构的调查 而其他的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一 或者是更多的巴勒斯坦人支持武装斗争 就是搞暴力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就比较恐怖了 他的调查显示62%的巴勒斯坦穆斯林表示 自杀式爆炸是为了保卫伊斯兰教 而且是必要的 这项调查发现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 持有这种看法的人是64% 而在法塔赫所控制的约旦河西岸 持有这种看法的是60% 几乎相同 在法塔赫统治的约旦河西岸 对暴力起义的支持率高达54%至60% 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 PSR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 针对以色列人的恐怖袭击 得到了普遍的支持 更恐怖的是当巴勒斯坦人被问到 导致犹太人死亡的那些具体袭击事件的看法时 他们的支持度就会急剧的增加 可见他们的这个群体已经变得非常的适血 冷血和残酷 比如2016年的3月 60%的巴勒斯坦人支持在以色列境内袭击以色列平民 6月 65%人表示他们支持在耶路撒冷的一辆公交车上 自杀式爆炸袭击所造成的20多名以色列人的伤亡 这个调查的结果显示 如果他们成功杀害 或是一般会伤害以色列平民 他们的行动就会得到 他们的社会的普遍的支持和赞扬 并增进他们自己 就是这些恐怖分子自己 家人以及他们所加入的这个激进组织的归属感 那些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不仅在哈马斯的宣传中 而且在普通的巴勒斯坦人心中被视为英雄 这些恐怖分子到底有多残忍 一名参加搜救的志愿者描述了10月7日恐怖袭击哈马斯分子 对一个犹太家庭所做的这些事情 做的什么事 父亲一只眼睛被取出 母亲被割掉了一个主乳房 而七岁的男孩 他们砍掉了他的几根手指 小女孩他们砍掉了他的脚 干完这些事之后 恐怖分子就坐在一张有食物的桌子上 吃了起来 所以昨天那个以色列公布了这些就是就是对国际的媒体界 让他们我看是安排在一个剧院里面公布了就是这个行车记录仪啊 这些恐怖分子的这些摄像头啊 还有他们那个以色列这个和这些居民的摄像头啊通过这些资料搜集的是大量的视频证据播放给那些国际记者们看 这些国际记者们所受到的惊吓 大家可以从那照片上看到他们的恐怖的恐惧的表情 就可以知道这些画面是多么的残忍 多么的血腥 关于10月7日的恐怖袭击 有一个叫迈克尔科普洛的人是这样写的 说有哈马斯战士身着战斗装备 也有大量的平民加入 努力将以色列人人质带回加沙 许多人露出得意的笑容 就好像他们在冒险公园与朋友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我看到普通的巴勒斯坦人似乎他们 为他们征服者的英雄回到加沙街头 并绑架回来的平民俘虏 欢呼 就好像他们的队伍刚刚赢得了世界杯一样 在一个视频中他们针线恐后的踩踏在 以色列人的尸体上 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他们如此的仇恨和反人类 什么样的因素呢 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牧师他叫迈克尔霍顿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基于拯救的教导 第一拯救出于神 第二拯救出于我们自己 前者是基督教的教义 后者是全世界所有异教的教义 如果能把麦克霍顿这句话吃透 我们就能理解发生在这些 伊斯兰或者是这些巴勒斯坦人身上的这些 行为和是他们的 底层逻辑 你也能理解为什么在漫长的基督教历史中 你见不到基督徒去考自杀是恐怖袭击 而基督徒所倡导的人爱价值观是要舍己为人拯救灵魂 但是对于穆斯林来讲 恐怖袭击不过是72个处女的奖赏前的小小损失 和个人决心而已 我曾经说过就是不论对于基督徒来讲 还是对伊斯兰教徒来讲 都是必须要进行圣战 但是方式方法非常的不同 对于基督徒来讲 他们的圣战是受主的命令去抢救那些失丧的灵魂 凭着爱心说诚实话 必要使可以威他们要拯救的人去死 圣战是通过爱心宽容仁爱使人回转重生归向主 譬如我所在的这个教会群体他们拒绝一切复仇打不还口骂不还手 我本人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知道我的糟糕和败坏 而穆斯林的圣战模式就变得非常简单 那就是AK47自杀式炸弹 来扬钢管厂的土制火箭弹 以及他们挂在他们孩子身上的那些手雷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圣战核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